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文化部长郑立军形象清新,且文化政策理念清晰,施政脚不明快,被视为参选台北市长的大黑骂,但郑立军对参选与否相当低调,并未明确表态,反而在脸书帖文大力推荐电影《顺云》。 郑立军个人脸书最新贴文于11月11日写道,人文关怀一直是台湾电影文化的特色之一,由王明台导演指导王小弟导演兼致的《顺云》,便是一部关怀女性及掌照议题,令人深思的电影不谈参选议题,郑立军脸书推荐大家看电影《顺云》,翻设自郑立军脸书。 郑立军认为,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照顾者或被照顾者,掌照制度的建立是关乎你我的课题,而导演透过《顺云》的故事提醒着我们,许多在家庭中自然成为主要照料者的女性,她们的处境是多么的不容易。 郑立军表示,感谢剧组全体成员带给台湾社会这么一部令人值得细细品味的电影称致向大家推荐《顺云》,并向台湾社会中每一位照顾者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